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看我这身打扮是不是很有feel呢 我就介绍有学生制服啦 是不是有一种制服又多的感觉呢 好 远归正转 最近有很多学生未婚怀孕 究竟问题跟运输在哪里了呢 我在想啊 是不是学生可能不好意思去便利商店 买好几号运银呢 今天暴风雨就来带大家访问 不同职业层的民众 究竟学校内应不应该他们保险套呢 走吧 不应该 不不应该 是歪了 我应该 怎么是保险套 我行哦 那你行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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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东西 你说那些是要换贩 那里面有些要安克法 这种东西 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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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什么 什么 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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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他们用保险套也是 对自己有一个责任责任的 对那个东西是责任的 学校没有权干涉 都是大学生的 不过哦 不是小学生的 小学生的本地 又用保险套 小学生用保险套 如果学校贩卖保险套 不是天下大乱 就赞成哦 可以哦 随时随地又可以做 不是死 所以我觉得 不用卖啊 因为男子哦 在我的钱包里 都一定不费啊 你们现在就是 有塞一个在钱包里 都没吃 安全 什么叫保险套 你知道吗 保险 就是防止 怀孕 新教育是应该教育的嘛 而且可以防范很多疾病啊 防范很多 还有那种 菠菜啊 干嘛那些 不好耶 其实哦 哎呦 不用保险他等下 这种艾滋病不好哦 如果讲卖的话 有一个好处就是 不会这样多那种 在学校冲动 不会冲动 不想听 你知道只有一群 有的那个 这个是好的 不好的就是 好像有点像是 在鼓励大家去做这个 新活动那样子的 我觉得 这样子是不太好啊 如果你卖的话 就为了安全啊 但是你卖 另外一方面 又是好像不吹 那就 我还是觉得 不太应该啦 现金的社会呢 是比以往社会更加的开放啦 但是在我们刚刚的访谈当中呢 还是有许多民众会认为 即使学校内有贩卖保险套 但是学生会不会去购买呢 还是以学生的意见 跟思想为主啦 好了 不再多说啦 今天呢 因为这期节目 我能打扮成这副 清新扑鼠的学生风 我要回到学校里面 找回我的学生梦啦 拜拜